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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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然依能近日前被自媒體爆出 在918事變的92週年 這個特殊的紀念日當 TFT日本企業站台遭到網友們 踏罰,然依能近日前透過影片 正面回應此事,直言散播 謠言的自媒體利用他的肌膚是日本人的關係 試圖造謠抹黑他 依能竟然還憤怒直呼 霸凌者帶給當事人的痛苦 是旁觀者無法理解到的 所以不要隨意散播不實消息 所以他也在影片中坦承自己曾想過 跳樓一了白了,索性有家人孩子的 愛做底氣,太大方地表示 被別人誤解沒關係,只希望 對方以後謹言盛行,同時也落下狠話 警告那些不理解事情 真相就盲目廣爆他的人 他將會報警處理,據於為什麼不再事發 後第一時間澄清,是因為有些人 根本不聽當事人解釋,以來不少粉絲 為他打抱不平 所以我會有最紅的 隨意散播不平 接種成果 他是吉祥龍的 從我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